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美国民航客机发生了空中惊魂 新南航空一架班机5号从古巴要飞往美国佛州 罗德代报 结果起飞不久意外遭遇了鸟疾 导致引擎故障起火 机舱内也窜入了大量的浓烟 还好机长处编不惊 紧急掉头折返古巴哈瓦那机场安全降落 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客机遭遇鸟疾导致引擎冒烟 波级客舱内一片白茫茫 机上乘客全都吓坏 还被浓烟呛到喘不过气 大家纷纷用手捂着口鼻 还可以听到有人不断咳嗽 客机鸟疾事件发生在美国客机 从古巴返回美国途中 美国西南航空一架 波音737客机5号从古巴起飞 原定飞往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 罗德代宝 但起飞不久就遇到了鸟疾 疑似一群鸟撞上飞机的鸡鼻 跟一具引擎导致故障 浓烟弥漫 瞬间串进客舱 机长被迫掉头飞回哈瓦那机场紧急降落 并启动逃生滑梯快速疏散乘客 所幸这架搬机再有147名乘客跟6名机主员 全都平安撤离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美国西南航空是全球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 几乎天天都有多个班次 往返美国佛州 罗德代宝 跟古巴哈瓦那 鸟疾事件幸好虚惊一场 西南航空事后发表声明 当时机上乘客都安排搭乘另外一架班机 前往罗德代宝 完成旅程 而古巴民航局表示 已经介入调查 杨正平编译 这次是